享有國寶魚之稱的台灣雕 是台灣重要的外銷魚種 年產量在台灣養殖魚類排名第一 近三年平均產量約6萬公噸 年產值高達28億元 其實台灣雕就是改良優質化的無鍋魚品種 在高雄美農有一位退休的刑警黃森文 投入台灣雕養殖 特別的是他堅持以食物鏈的概念 打造一個生態共存的環境 而且他每天還會跟魚賽跑 把他們當成選手在訓練 如今傳承到了第三代 而這黃森仁還打造出一條龍模式 從產地到餐桌只要短短10秒鐘 目前已經拼出了700多萬的年營生 來看這對父子的魚世界 油炸過的豆酥蒜酥 統統加進去大力翻炒 最後撒上獨家特調的米米橙桂粉 我們每天現撈現沙的 然後搭配我們跟香港師傅一起調配出來的配料 接受我們台灣雕 這道港式做法的避風堂台灣雕 吃起來鹹辣香交錯與肉鮮嫩不糊 是店裡的招牌菜 它很下酒也很配飯 我們有10種做法 但這個做法就是 大家來這邊用餐的貴賓都還滿喜歡的 先去針魚上菜囉 每到用餐時段 店裡總是包棚滿座 不少人更是為了這一道木而來 看一下這個好運 敲敲魚 讓我們大家把這個好運圍起來喔 我們拉一個小 對 待會兒要敲的時候這樣出去喔 敲著邊邊 對 來 好運 敲敲 雲敲 舊好運 坐來買喔 好運站前 松粉 好好喔 來 敲好運 費了一番功夫 大伙兒終於看到裡頭的 賭山真面目 這條台灣雕可是經過一個多小時 煙烤而成的 這是我們先撈 先烤的喔 那都是要預定才吃得到的料理 那它是用無毒方式的做飼養 那我們的魚很特別喔 它是吃益生菌長大的 所以它是完全沒有任何土味的喔 翻開魚皮 香氣立刻扑鼻而來 裡頭的魚肉更是肥美多汁 那其實我們是試過種 很多種魚的料理 那發現其實啊 用最原始 最傳統的方式 可以呈現出魚的最好吃的原味 我就是這樣 他們的餐廳是在後面 然後是餐廳直送的 就是30秒 1分鐘就可以直接 可是他們家的商品就是要提早預定 美味的東西就是要提早預定 才會可以吃到非常好吃的 而且妳剛剛用火鍋的那個 巧巧魚 對 沒有錯 非常好玩 是的 別懷疑 為了提供最新鮮的台灣雕 第三代接班人 也就是主廚黃萬仁 可以把餐廳開在養殖場附近 從廚房到產地 只要短短10秒鐘 我們無鍋魚的話 頭會比較大 身體會比較小 但是我們台灣雕 改良之後 我們的頭比較小 身體大 所以它的肉比較多 當時只要有養豬的人 就有養五鍋魚 那時候不是叫台灣雕 其實是同品種的 但是它經過改良變台灣雕的話 它就等於說 以前的肉 一樣大的魚 它一斤來講 台灣雕就有兩斤 因為它的身體變大了 改良過 改良過身體比較肥胖 對 改良後的台灣雕 魚肉整整多出一倍 黃冠仁的父親黃森文 已有三十幾年的養殖經驗 他說 在父母那個年代 家中的無鍋魚 都是外銷到 美國、日本居多 那時候價格也是 賺一點工錢而已 因為市場雖然很貴 但是我們業者賣也是很便宜 到市場已經超過一倍的錢 所以從中也沒有辦法 我們只有給商人賺走了 因為當時三、四十年前 美農很多養住戶 養住戶排出來的糞便 就給五國魚吃 所以五國魚 以前就是掛了一個名字 比較不好的魚 有的人不敢吃 經過我兒子開這個台灣雕以後 他們也來看到現場 我們的水質從地下水 從來沒有用外面的水源 來這樣來養 所以這個水相當的乾淨 所以很多人不敢吃五國魚了 來這邊已經破例 把他以前的那種觀點都改過了 所以那種水源保護區 所以它的水質是非常棒的 然後我們出口的話 是在我們後方 就是我們20小時讓它循環 讓它有良好的環境生活這樣 有別於傳統養殖 台灣雕生存的水質 不但要軟硬適中 就連飼料也添加了益生菌 到最後面 腳盡量張開一點 小心喔 小心小心 腳張開一點 不會不會 蹲低一點 好 蹲下來 光是站在竹筏上保持平衡 就是一大難事 更何況還得滑到魚池的正中央 像我們這個飼料它有加藻類 讓魚吃的可以更健康 然後我們還有一台我們的自動噴料機 像我們人比較沒空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自動噴料機來取代我們能力 然後我們底層有 泰國蝦跟草魚還有蝦牛 我們的草魚是吃我們池邊的一些牧草 然後泰國蝦是吃我們 我們台灣雕沒有吃下來的汁料 跟一些藻類 就完全不放藥去飼養它 當然風險會比較高 我們放的時候大概一萬五千隻到一萬八千隻左右 對 當然折損 所以說應該也一萬二至一萬隻而已 儘管損傷率超過三成 兩吃下來先賠了將近二十萬元 但負子倆始終堅持以食物鏈的概念 為我們創造一個生態共存的環境 你這樣五十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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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呢 還要緊啊 划船出去就是最主要就是要趕魚 讓它活動力增加 然後食量會增大 長得比較快 而且肉比較雜實 像運動家一樣 每一條都是最好的運動家 黃森文負責掌舵尋找魚群的蹤跡 兒子則在另一頭忙著驅趕拍打 每天的這個時候 是負子倆最愜意的幸福時光 但黃冠仁說 以前的他其實相當排斥 小時候當然是不喜歡 覺得很煩很累啊 為什麼要跟著爸爸這樣餵魚 這樣大太陽底下 鹽鹽醋醋醋的很新啊 味道都很醋啊 就是以前是蠻排斥的 然後之後 之後長大之後想一想 幫忙爸爸分擔一點工作 好像也不錯這樣 對 他們才不會工作那麼忙 這樣不說 聊天子 你如果不用水要多一點水 這就是牛大藍的 天氣很熱 對對對 睡一八歲 睡一八歲 辛苦 辛苦 黃森文自從2011年刑警退休後 又當上里長繼續服務相親 他常常忙得分身乏術 還得撥控照顧魚群 身為兒子的黃冠仁 為了體恤父親的辛勞 再加上他從小就愛料理 索性從職業軍人退役一元幾夢 我是火防兵 做了四年 就是煮了四年 然後看到每次我們的弟兄 吃得都開開心心的 我也覺得很高興這樣子 就把菜都吃完 然後覺得就很有成就感 然後想說結合爸爸台灣雕 做出更多不一樣的料理 給來這邊 就是美農 每次來美農都吃板條 就是沒有別的東西 然後想說 讓美農有創新一點的東西 就是結合我們台灣雕 做出美味的料理 就是動作我台電前就是 試了真的好幾百次才成功 每天都在抹鹽 每天都在抹鹽 每天都在玩鹽巴 然後每一隻的形狀都會不一樣 都獨一無二的 因為都是我親手慢慢捏招出來的 不論是鹽的厚度還是烤的時間 這每一個環節都是讓裡頭的魚肉 水分肉質恰到好處 但更重要的是 荒冠人堅持 餐廳裡的每條台灣雕 都是原生種 因為第二代可能就是近親 牠生出來可能會畸形 魚也是這樣子 就是會畸形 所以我們只用 因為我們的原生是在負帶 對我們的魚苗 我們就只用第一批 然後第二批他們生了第二代 我們都不使用了 就是可能會送給寶寶的理名 或者是低收入戶 對像有些商人可能想說 反正不是牠吃 牠可能用第二代第三代都沒差 但是我的我就是要品質 我品質就是要原生帶低感 去做料理這樣子 會這種要求全是因為 餐廳裡的一磚一瓦 都是黃冠人的心血結晶 牠不能讓自己的創業基金 兩百多萬付諸如水 前三個月都是虧損的 還倒些薪水給員工這樣子 因為只有我都沒有給媽媽他們知道 就是我自己承擔這樣 現在有比較好大概 營業額的話沒有扣的話 大概是五十幾至六十之間 怎麼那麼多耶 我要拉一 你看錢耶 小教授 哇 好強喔 帥喔 正因為產地就在餐廳後面 大伙享受美味的同時 也別忘了體驗一下抓魚的樂趣 第三代年輕人只希望透過 玉教娛樂的方式 把鍋鮑魚台灣雕 好好傳承揚明國際 好運喬喬喬魚 祝大家 好運喻喬魚 看到這裡 小畢一定很喜歡我們的影片吧 大家好 我是凱淳 請幫我們按讚 訂閱 跟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影片囉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